随着科技的进步 无人机已经走进越来越多的人家 它独特的拍摄视角和玩具般的遥控质感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乐趣 那无人机到底是怎么飞起来又如何移动的呢 咋飞咋移动 不就这么飞吗 接下来我将通过四小节 分别是无人机的生力如何产生 无人机螺旋桨的布局 无人机在空中如何移动 普通无人机和FPV无人机的区别 来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 我们都知道无人机的生力来自于螺旋桨 那螺旋桨又是如何产生动力的呢 请看一下螺旋桨桨叶叶的侧面 可以看到最明显的特点 桨叶是倾斜的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咱们来看 螺旋桨转动起来的时候 会有气流撞上桨叶 水平来向的气流经过倾斜的桨叶以后 会改变方向 变为向下倾斜 这里相当于桨叶对水平气流 施加了一个向下的力 从而使气流改变方向 那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桨叶在向气流施加向下改变方向的力的同时 也收到反方向的一个力 这就产生了生力的一部分 那另一部分从哪里来呢 这就要说起桨叶的横截面和伯努力定理了 先说定理啊 在一个流体系统 比如气流水流中 流速越快 流体产生的压强就越小 桨叶如何利用这个定理呢 工程师通过加大桨叶上表面的弧度 气流同时流过上下表面时 便会通过不一样的距离 下面的空气走到最后了 上面还差一段才走完 啊 它上边藏 上边遥远了 差的这一块便会形成一个低压区 加速上表面空气的流速 现在上表面的空气流速加快了 根据刚才我们说的伯努力定理 它产生的压强就变小了 而下表面的压强没有变化 这个上下表面的压强差 就是生力的另一部分了 顺便说一句啊 我的这个无人机的四个小翅膀 也是用这样的异形 这样在高速飞行的时候 它就能产生一定的生力 以上就是无人机生力产生的原理 上面这段讲的有点累啊 我缓一缓 那咱们来讲 第二部分啊 螺旋桨的布局 咱们主要说这个四甲的无人机 那这四个螺旋桨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真不一样啊 无人机的四个螺旋桨 采用对角同向转动的设计 就是说这两个是同样的转动方向 而另两个呢 采用反方向去转动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呢 咱们先看这个无人机如果只有一个螺旋桨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当唯一的一个螺旋桨转动的时候 还是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啊 机体会受到一个和螺旋桨转动方向相反的力 导致飞机不停的自转 那为了抵消这个力呢 工程师便把另一个螺旋桨 设计成沿反方向转动 这样负负得正 飞机就能保持平稳了 那两个螺旋桨就好了 为什么要做成四个螺旋桨呢 这个我们结合下一部分来讲 第三部分 无人机如何移动 书接上文 我们讲了无人机如何产生生力 螺旋桨的布局 这节课咱们来说一说 无人机是怎么移动的 无人机悬停的时候 螺旋桨产生的推力是垂直向下的 那当它要移动的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力倾斜 就会产生一个水平分力 来推动无人机移动了 那又如何让飞机倾斜呢 以前进为例啊 只要加大后两个螺旋桨的功率 大于前面两个螺旋桨的功率 这样飞机就像一个杠杆一样 屁股被推起来了 这样飞机就倾斜了 那飞机的横侧移动呢 也是相同的原理 加大一侧两个螺旋桨的推力 大于另一侧就可以了 以上也解释了上节课的问题 为什么飞机要设计成四个螺旋桨 因为它更容易控制飞机的移动 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了 无人机还能旋转呢 诶是的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说的 无人机螺旋桨本身就会产生让飞机旋转的力吗 我们把螺旋桨做成两两一组 反向旋转来抵消这个力 那只要打破这个平衡 就可以让飞机旋转起来了 飞机通过调节同向转动两个螺旋桨的功率 大于或者小于另两个方向转动的螺旋桨 也就实现了飞机的转动 通过以上这些基本动作的叠加 无人机里的CPU大脑计算出最后综合的各个螺旋桨的功率 也就实现了无人机各种复杂的飞行表演 第四部分咱们来讲航拍机和FPV无人机的区别 航拍机也就是大部分无人机的类型 这类飞机主要为了挂载的摄像头 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那航拍机就需要非常平稳的飞行状态 它简单易操作 高级一点的航拍机还具有各种避让功能和跟随功能 航拍机对于操作几乎没有门槛 第一次接触的普通人也可以很快掌握如何操作飞行 那FPV无人机呢 First Person View John 第一视角无人机 通过字面意思我们也能了解到 这类无人机是需要通过VR眼镜获得第一飞行视角的 这类无人机主要是为了给飞手强烈的飞行体验而设计 得益于第一视角低延迟的图传 这类无人机可以做出非常复杂而灵活的穿梭飞行特技 当然这些特技需要飞手大量的时间训练以后才能做出 FPV无人机的操作具有很高的入门门槛 不在电脑的训练器上训练个十几个小时 根本没法控制好飞机 这两种飞机看起来遥控器和飞机的样子都差不多 那操作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那是为啥猜 因为航拍机的遥控器给飞机输入的是方向指令 也就是说我让你前进你就前进 而FPV无人机给飞机输入的是姿态指令 飞手需要不停地调整飞机的姿态来达到飞行的目的 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在玩一款游戏 你要控制一个游戏里的小人四处移动 航拍机只需要你输入上下左右就可以控制人物相应的运动 而FPV无人机呢则相当于你要分别控制小人的四肢 只有达到协调的时候才能让小人顺畅地走起来 不然小人就会摔跤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对我讲的东西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讨论 下一期我准备介绍一下无人机和穿越机的基本操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